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桂姐, 老爺子 廢話我不想聽 口氣不對的招呼也不用打 你不是一直說要對桂園有個交代嗎? 來吧, 現在就請交代吧 我知道桂姐跟老爺子 最近對我有很多的誤會 也因為沉船的意外 桂園的損失實在不小 所以我想桂姐跟老爺子 對於我今天所說出的交代 一定會感到滿意 這是銅激銀行21%的股票 和簽過字的讓渡株 之前桂園擁有銅激銀行 30%的股權 再加上這21% 等於銅激銀行的經營權 從此就落在桂園的手中 怎麼? 同意這樣的賠償良心發現了 說明你是乍沉了船咯? 哈, 老爺子誤會了 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交代 是希望二位能夠答應我一個小小的要求 什麼要求? 求桂姐跟老爺子放過周星渝 不要再為難她 當然 我會讓她從此閉嘴 不要再扯出其他的麻煩 你這麼大手筆 就為了一個周星渝 這個女人倒蠻值錢的 你跟她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回桂姐, 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那我就要對不起了 桂姐, 其實我們老闆看上周星渝了 她想追求她 月同 我說嘛 沒什麼關係 你肯這麼救她 護她 世龍啊 你看 我看 我看她今天態度還算誠懇 那就給周小姐一條活路吧 再說周小姐還是她的女朋友 那就更不好為難她了 多謝老爺子 多謝桂姐 桂姐真的答應放過周小姐了 怎麼?你覺得意外嗎? 你知不知道老闆為了保住周小姐 付出多少代價 洪老闆 你今天精神看起來好多了 謝謝 我正想找你呢 你覺得我們什麼時候離開比較好? 如果不想離開可以放心留下來 真的?你是說我們可以留在上海了 周小姐 周小姐 你放心 我大哥已經為你打點好了 其他地方我不敢說 但在上海 我大哥說搞定的話 就沒問題了 這個我跟馨魚絕對相信 不過 你們得答應我 關於火輪爆炸的事 從此就要忘掉 這個我保證 馬上可以忘掉 你呢? 這就是你可以讓我們留在上海的條件 要我忘記他 那是不可能 周小姐 你知不知道 我大哥為你付出的代價有多大 如果你不領情的話 那你們就自求多福吧 周小姐 請你一定要相信 那件事真的純粹是一件意外 就目前的情形來看 我也只能說服自己 就算它是個意外 周小姐 關於你未婚夫的不幸 我們都很同情 也希望你能很快的 重新振作起來 謝謝你們同情 也請你們放心 我不是那麼脆弱的人 以後的路 我知道該怎麼走 我也答應你們 不再提沉船的事 那就好 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話 可以暫時住在古蘭這兒 不了 這段期間 我們給你們添了不少麻煩 我想我們和你們非親非故的 你們沒有義務來照顧我們 我想這樣吧 待會兒我和采雲出去找找房子 要是找到了 那麼我們就應該跟你們告辭吧 好 那我也不勉強你們了 記住在外面自己要小心 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 請儘管開口 我想 只要我們安分守己 不會再有什麼麻煩事惹上我們的 哎呦 怎麼這麼大的灰呀 真是 你看 沒想到 花這麼點錢 居然做到這麼大的房子 我覺得挺合適的 也挺滿意的 老實說啊 拿這兒跟張古蘭家比 我還是喜歡住在張古蘭家裡 那種寄人篱下的日子 我可不願過 寄人篱下有什麼不好的 住在那邊我們住得又舒服 還有下人可以用 最主要的不用交房租 還有呢 有事沒事 就可以看到紅日生那張既成熟 又英俊 戴著冷酷的臉 現在搬走了 想看也看不到了 你這麼快就跑上來了 你這麼快就跑上來了 大小姐啊 你的美夢做完了沒有啊 誰說我在做白日夢啊 你對我沒信心 我對自己可有信心了 只要給我點時間 我就能把紅日生弄到身邊來 喂喂喂 你怎麼又把婚紗帶到這兒來了 我就是想不通 是不是我和眾人沒這個緣分 為什麼我們做不了夫妻 你為什麼不反過來想一想呢 是眾人沒這個福分娶不到你啊 好了好了把它燒掉算了 讓一切都過去吧 就像夢一樣 你再重新找個男朋友 說不定賽翁師嘛 這個男的會比眾人更強的 你是說叫我把這一切都忘了 這可能嗎 你看原本安安逸逸的日子 現在搞得亂七八糟的 好了好了你別再想了 想以後行不行啊 我們是不是還要回學校去當老師啊 彩雲 我們礦課這麼長時間 我想他們一定找人代替我們了 再說我也不好意思 再去見校長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重新找工作咯 那有什麼辦法呢 好了好了別再發愁了 天生人地養人一定不會餓死我們的 只是我們要重新找一份工作就是了 財雲 為了我的事 讓你受苦 连累了你 你又来了 我们不是好同事好姐妹吗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好了好了 别再想了 我们现在啊 把这里啊 好歹收拾一下 好 先把这个给新了 好啊 这么大灰啊 来 把它折起来 来 应聘助理小姐 你想到律师事务所 去当助理小姐啊 是啊 只是我对法律 一点知识都没有 我怕他们会不会录用我 你明天早上去 可以试试嘛 不过我想薪水啊 不会太高 我不在乎薪水 我只是想要学点法律知识 为中人争取个功力 你又在想什么啦 没有 好了好了 我们回去做饭了 来 走了 哎 杨复店到了 怎么还不下车 大哥 你看 是他们两个呀 哎 下车 快点 张小姐 罗小姐 哎 张小姐 这么晚了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真巧啊 居然在马路上碰到你们 这哪是巧啊 这根本就是缘分嘛 你们去哪里啊 上车吧 我们送你们 哦 不客气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 我们正想回家做饭吃 对对对 我跟古兰正在找地方吃饭 不如请二位跟我们一块去 哎 好啊 好啊 哎 不 不用了 我跟彩云比较喜欢吃自己家做的菜 这么说来你们两个手艺一定不错 我跟大哥有没有这个口服尝尝你们做的菜啊 哎 好啊 只要二位不嫌弃啊 我跟馨宇十二万分的欢迎 怎么 你不欢迎他们啊 嗯 没有啊 当然欢迎 那就好了 大哥 我们去吧 走啊 走啊 嗯 来 这里还不错啊 哎 地方虽然小了一点 可是在这么仓促的情况下 能找到这样的房子 我们都已经很知足了 请喝水 谢谢 谢谢 听罗二姐说你们正在找工作 是啊 那找到没有呢 啊 当然没有了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工作可以介绍给我吗 嗯 大哥 太和那边 哦 战事还不需要啊 谁说的 早几天我听邱大哥他说 他要找一个翻译员呢 啊 你们要找英语翻译员啊 那你们可找对人了 我是英语老师 英语水平啊 绝对是一流的 嗯 周小姐 你也是英语老师啊 我 对啊 对啊 洪老板 你可以把我跟新语一块儿录用 薪水方面呢不是问题的 张小姐 洪老板 我对翻译的工作不太感兴趣 要是你们要雇人的话 彩云可以去那儿 我自己另有打算 周小姐 我想听听你的打算是什么 我今天看到律师事务所招聘助理的工作 我想去应征试试看 周小姐 不是我教你冷水 对 什么助理 其实都只是打字而已 没有前途的 古兰 别这么说 人各有志 周小姐对别的工作有兴趣 我们应该鼓励她去试试才对 可是 就算我们太和缺翻译员 一个也就够了 洪老板 你的意思是说 可以录用我了 你不介意的话 随时欢迎你来上班 好啊 明天我就去报到 秦宇啊 今天真是出门遇着贵人了 我一下就找到工作了 我看这样吧 你陪陪洪先生 张小姐他们 我去做饭去啊 不不不 今天啊 难得有这个机会让我大显身手 也让洪老板 张小姐看到我贤惠的一面啊 也知道我罗采云进得了厨房 又出得了厅堂啊 对不对 对 周小姐 你今天就让罗小姐充分发挥一下吧 对啊 你啊 就好好地招呼两位客人就是了 洪老板 张小姐 我去做饭了 失陪了啊 周小姐 没有再碰到什么麻烦了吧 没有 没有 如果有什么事情 马上通知我们 好 谢谢 别客气 请用茶嘛 我为什么要坚持让她留在身边呢 大哥 你别装了 你心里想什么 逃不过我这双眼睛的 你确定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统计银行的股票 平白无故地送给桂园 这究竟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愧疚 赎罪 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绝对不满意 这只不过是一小部分的原因而已 最大的原因就是你想把她留在上海 甚至希望把她留在你身边 对不对啊 你好像非常笃定 我已经看上周星鱼了 这么些年来 在你的调教熏陶之下 我的眼光判断力 可能已经不输给你了 小姐 早已经到了 下车吧 你说吧 看我准不准啊 这有什么好说的 那好啊 你不说我就不下车 让今天大世界的客人看不到我 你是在威胁我 随便你怎么说咯 反正我今天一定要你说出真心话不可 好吧 你的眼光判断力 早已经跟我不相上下了 这个答复你满意了吧 好那我走了 好啊 再见 再见 周小姐 请 老板 周小姐是来应征助理的 哦 你先出去吧 乔律师 我叫周星云 坐下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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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想做什么 我找到一个工作 你需要一个工作吗 是吗 你需要一个工作吗 是吗 是吗 你能做什么 你需要做什么 你需要我做 哈哈 周小姐 不愧是记者会上的女英雄 久违了 结果呢 找到证据了吗 没有 你们中国人做事就太冲动 所以到处都是乱轰轰的 要是像英国人那样做事讲求方法证据 一切就循规道绝 我不相信中国没有公理和正义 所以我才希望来这里学习点法律知识 我的天 你真的以为网友是正义的化身吗 可是我不 我以为 很多人跟你一样满怀热忱 可是后来呢 都向钱看起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上海 用金钱和暴力堆积出来的上海 我爱上海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虽然我的丈夫给晕死了 可是这世道上总还有公理 好 你家这里待久了就会明白的 你的意思是说 你愿意录用我了 是的 欢迎来参加我们 谢谢 希望以后你能给我多多的指教 乔大律师原来是你 哈喽 我是特地来拜访颜小姐的 真抱歉 小姐刚出去 她什么时候出去的 和着一起 有没有说去哪 什么时候回来 小道律师 你是在问爱吗 sorry 我只是一心想要见到她而已 如果你方便的话 请进来坐一会 好 那我就坐这等她 嗯 吃热 car 来俩 白巴 好好吃 是 你多吃点 老板 给我来个包子啊 老板来个包子 好 稍等一下啊 来 一个包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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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 就这个 好 这 这 来 好大 谢谢你啊 走了 等等 你还没给钱呢 喂 你回来 喂 回来 车 好 你等一等 快来 喂 跑哪儿去了 跑哪儿去了 你干什么啊你 没事吧 来看看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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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美啊 谢谢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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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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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叫做 有福同向有能同当吗 你是不是 小时候常玩这种把戏啊 嗯 对我来说啊 是家常便饭 那你家里很穷吗 嗯 小时候见 见的每个人都 都这么穷呢 大人 除了你啊 你知道 你知道我以前穷的时候 怎么办 怎么办 你不是三只手吧 太老头 哎 你玩什么把戏啊 看着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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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大小姐可怜一下 赏 赏个钱好吗 赏个钱 好 包子不要刚吃饱了 谢谢啊 好 给你的 这位小姐 你以后一定大富大贵 福寿双全 子孙满堂 谢谢你啊 好啊 兄弟 你敢沾我地盘啊 嗯 呵呵 今天风水不太好 嗯 嗯 呵呵 呵呵 包子起里去 呵呵呵 呵呵 哎 以后你又常常来啊 嗯 满客气 满客气 隔夜完毕 呵呵呵 来来来来下这女手 下这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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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小 我昨天是开小呢 一定说我祖上没烧香 哎 哎呀这个啊 哎呀我的 哇 哇 燕大小姐来得正好 你要不要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呢 也就是借我点钱 让我翻本好不好 既然你这么喜欢赌 我就跟你赌 好吧 呃 好男不跟女斗 我是恶男不跟女赌 我至少还算是 有点道德良知 啊 我们走吧 等等 我跟你打赌 如果我每下赌赢 你以后就借赌 怎么样 你开玩笑啊 你以为是赌神哪 逢赌必赢啊 呵呵 我们走吧 啊 大 来真的啊你 来我来 我买小 哎 我跟你说 我这次一定要买大的 不 你相信我嘛 哎 哎 大 小 哎 抢钱不是这么抢的 哎 哎 有钱也不能这么躲啊 小姐你的钱 哦 谢谢 来来来 来来来 我全部再买小 什么 全部都买小啊 哎 要不要有点钱给我翻本啊 小 开啦 开啦 不要不要不要开大 小 我就说过 十赌九片 开赌场的都是大赢家 只有白痴才会去赌博 但今天我们不是白痴 哎 你可要愿赌服输哦 我张杰是个非常有毒品的人 我说到我一定做到 好 那你敢不敢在众人面前 说出你戒毒的决心呢 嗯 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了 你不相信我 要我怎么相信你啊 嘿嘿 看好啊 各位 各位 各位相亲各位父老 我张杰今天请求大家来帮我做个见证人 我张杰从明天开始 啊 布了 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 你们继续玩 啊 外面的人呢 全部帮我做见证 这样可以了吧 不错 你是宣布了 但是最重要的那两个字 你没说 哦 你说戒毒那两个字啊 好啊 再讲再讲 嘿嘿嘿 张杰啊 你说戒毒 不让大家笑会肚皮了 啊 什么啊我真的下定决心的 这毒有什么好玩的 不好玩啊 每次都赢 每次都赢 你说有什么乐趣呢 我可没看见完赢过的 真的不相信我 我就赢给你看 你信不信 我刚不是说我明天开始不赌 所以 所以呢 那个 对对对 你刚不是赢很多钱吗 可不分我一点 不行 那是意外之财 不能留在身边 明天早上我要把它全部捐给教会 对对对 说得没错 那钱不能留在你身边 但是我不介意留在我身边 你知道吗 你有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想去再去赌场啊 再玩鸡吧 看看今天的运气会不会改一改 哎 你不是想反悔吧 不是啊 明天已经没得赌了 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 哎呀都是一样的啦 哎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大家都是男人呢 你到底帮谁啊 嗯 好好 你们你们俩都不相信我 是不是 没关系 大小姐 这小桌可以移情养性 这小赌呢 它意思也是完全一样的 你也不希望我没机会修身养性吧 来 好 既然是这样 我们来个公平交易 好啊 我借酒 你借赌好不好 这这这 这么亏本的事情 也干啊 怎么样 好 看你表情这么认真 我张姐也是一个爽快的人 我就答应你考虑一下 张姐 好好我已经考虑完了 我接受你的建议 我借酒了 好 我借酒 小姐有人找你 哦 哦 原来是乔律师啊 你好 玉姨 好久不见了 好嘟嘟 你是什么人 在这干什么 哦 我新来的家丁 我叫张杰 sorry 我不跟下人握手 有失身份 哦对对对我是下人 我是下人 这是我从英国给你带来的礼物 谢谢 小琴 把礼物收好 是的小姐 拿着 哦哦 这花 这花也应过来的 谢谢 玉姨 以后出去 找我陪你就可以了 不要跟下人在一起 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 谢谢你的关心 不过我想要跟谁出去 就跟谁出去 这是我的自由啊 哦 那也好 不过 今天晚上务必赏脸吃个饭 哦 小姐夫人说今天晚上去棍园吃饭 那好我们快点回去 好 乔律师 请啊 请啊 哦 不我给你们一起去吧 这次回来 还没有机会去拜访夫人跟老爷子呢 哦 那随便你了 我们走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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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可以不让一下 哎 哎 哎不不不先生 这好果不挡路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应该很清楚吧 你 哎 你的身份地位跟孕医在一起不合适 要有自知之明 这人故乡在哪儿 这讲话这么刻薄 娘 不好意思 我们回来晚了 夫人好 哦 贵姐 你们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 哦 原来是为了这中不中阳不阳的乔律师啊 我刚从英国回来 特地来拜访夫人和老爷子的 说是特地 我看是顺便吧 应该是 来 坐坐坐 坐 哎 我不是让你坐 我是让张杰坐 叫我坐 对不起 提我 我们中国呢 是礼仪之邦 偏偏有的人喝了很多洋墨水 连一点骑马的规矩都没有了 哎 韵姨啊 张姐今天有没有陪你去外面走走啊 呃 贵姐 我今天带大小姐逛陪着大街小巷 大胡同小胡同 差点就磨破鞋底了 哦 好的 哎 开不开心啊 嗯 开心就好 哦 对了娘 我们可以叫下人开饭了 哎 好的 是啊 她刚吃完饭才来的 不我还没吃呢 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请便吧 啊 不错吗 呦 呦 那我先走了 呦 呦 呦 我相信你了 我知道你相信我 可是公归公私归私 我不能因为这个就享受特别的待遇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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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还不下班回家啊 有事啊 嗯 是有点事 想麻烦你一下 有事就尽管说 只要我能力做得到 我都会尽力帮忙 你看 我晚饭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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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呃 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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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是我做的糖醋排骨,你尝尝看 好 吃啊 好不好吃啊 好吃啊 吃啊吃啊 好好 好 这儿 Jessie 下班了 在这上班,好像很辛苦啊 不会啊 只是我刚来还不太熟悉 过几天就会习惯的 你怎么到这来 我刚好有事 经过这 那你去忙你的 我先告辞了 等一下 我送你回家 来 吃过饭没有 没有 我也没吃 正好我们一块吃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嘛 好久不见了 你想要多喝两杯啊 干个眼 来 这边我们笑得很漂亮 来 干个眼 干咯 可以 周小姐 坐 要来怎么不先通知一声啊 自己人不用客气了 你们怎么回事啊 难道不知道大哥不吃鱼的 还不快端下去 是 这些菜都是我点的 大哥 我记得你从来不吃鱼的 什么时候改的 对不起 我太多事了 我不打扰你们来 慢慢吃吧 为什么你不吃鱼 从小到上海 靠着就是黄浦江长大 我担心把江里的鱼吃光了 黄浦江会变成一滩死水 所以不吃鱼 我不知道不吃鱼还有那么深的海液 其实我真正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和平共存 来 我敬你 是我告诉他 你喜欢吃清蒸鱼鱼的 我果然没猜错 你这个大大嘴巴 对不对 我自己骂自己总可以了吧 不过经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他这个人不太了解 红先生这个人啊 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呢 与其说他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 还不如说他是个性情中人 还是我会掩饰英雄 我早就说过 红先生这个人很好 你现在才知道啊 哟 我又没说他是个坏人 毕竟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才怪呢 从一开始 你就对他这个人啊 有成见 我不明白 你干嘛老为他说好话 看你一个人 不能从他一两点优点 就全面地说他好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 红先生的优点啊 数也数不完 是吗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哦 什么秘密啊 红先生啊 居然连一个大字都不是 这怎么可能 我也觉得奇怪啊 他一个高高在上的大老板 怎么连一个大字都不是呢 采云啊 你不能因为这样 就瞧不起人家 哎呀怎么会呢 我崇拜他都来不及呢 我怎么会瞧不起他 这样才好 大哥 恭喜你了 恭喜我什么 恭喜你 终于找到一个 你喜欢的人了 还是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还没有跟周小姐开口 对不对 我觉得她不是个普通的女人 我知道她在你心里面 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 可是不论是特别也好 普通也好 只要是女人 也要等男人先开口啊 不然怎么开始呢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她知道了 她的未婚夫 是间接被我害死的 她还会接受我吗 但是这件事情 是个意外 并不是你有心要害死她的 我想 时间一久 她一定会体谅你的 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有人照顾你 我真的很为你担心 现在好不容易 你才喜欢上一个人 应该好好地把握才对 年轻的时候 整个心 全都放在事业上 现在呢 名利都有了 才发现立业容易成家难 成家对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来说 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我知道 以前你每天出生入死 也不愿意 有家人 跟你一起过危险的日子 为你担心 其实 你真的很需要有人支持你 不再让你孤独地 一直走下去 谢谢你的关心 你看 你又是这样 我告诉你 这件事我是管定了 干什么嘛 别那么唉声叹气的 我都快无聊死了 没事干了 真是的 手脚都快烂掉了 其实我也很无聊 你开玩笑 你大小姐怎么会无聊呢 你可以无聊 那我不可以无聊吗 唉 我你每天吃喝玩乐 日子过得又逍遥又自在 如果说你 你把那些钱给我 我绝对也可以 也可以吃喝玩乐 日子绝对不会觉得无聊 你为什么要那么没有志气 只知道吃喝玩乐 唉 要不然咱们着 贵姐叫我一直陪你吃喝玩乐 我现在真的是一个 名符其实的家丁 其实你来这里 也不算很长的时间 这么快就无聊了 那我怎么办 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多年 不是更无聊吗 对 这时间对比之下 你是比我无聊多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就这样无聊下去吗 唉 我真的是身不由己 我也不知道了 你以为你在这里等 机会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唉 你说说得没错唉 说不定我换个姿势躺了 这 这就会出现奇迹哦 唉 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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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的人才会懂得去争取机会 只有陈诞才会相信有奇迹出现哦 哇小姐 果然欲惊醒梦中人呐 不能躺着等 要是站着等 或者换个姿势等 的